赵云第41代子孙拿来青钢剑剑宝 现场开价5个亿 不料专家仔细研究后笃定是赢品 听到这个结果的大业不屑一顾 并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专家听后连忙改口是真品 现场打脸专家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给会长点点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如今中华上下5000年的历史文化 越来越被国人重视 许多人也因此爱好上了古董收藏 有的人是为了简陋大赚一笔 而有些人则是世世代代都传承着独特的传家宝 今天来到剑宝节目现场的就是这样一个大业 只见他抱着一把剑缓缓登上了舞台 并自我介绍道 大家好 我姓赵 今天带来的宝贝是一把青铜剑 这是我的传家宝 传到我手上已经是第41代了 此话一出可谓是震惊众人 董行的人都知道 青铜剑这个东西在市场上是极其少见 特别还是带有剑鞘 更是少之又少 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出现过几把 而且在古代能使用青铜剑的都是身份非常高的 而大爷居然是这把青铜剑的第41代传人 大爷的祖上究竟是什么不得了的人物 众人纷纷好奇了起来 这时一旁的主持人开口道 赵大爷您好 您带来的宝贝秀吉斑斑的 看上去的确像是一个古董 您能和大家仔细说说它的来历吗 听到主持人的询问 大爷也不卖关子了 直接说道 我这把青铜剑 正是大名鼎鼎的五虎上将之一赵云的配件 曾经有人出价三个一兜没卖 此话就像一个重磅炸弹 让在座的观众脑袋嗡嗡的 赵云是谁 那可是赫赫有名的蜀国大将之一 追随刘备近三十年 立下了不少汉马功劳 只是众人都不是小孩子了 当时那个年代遍地枭雄 有件的武将又不止赵云一人 凭什么说这就是赵云的贴身配件呢 仅凭大爷的一面之词 实属难以让人信服 面对众人的疑问 大爷解释道 不管大家信不信 我今天来就是想请专家帮我长长眼 给我一个真品证书 好让我上交给博物馆 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处以奋力 大爷的这番话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掌声 能主动将自己的传家宝贡献出去 大爷这心胸属实让人佩服 男子拿赵云的贴身配件来健保 扬言只想要一个真品证书 之后主动上交博物馆 然而专家鉴定后却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 大爷将自己的宝贝拿到了专家面前 专家随即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与观察 然而片刻之后 专家却笃定这是一件赝品 而且为了防止这些伪造品再次流入市场 必须拿到后台立即销毁 大爷显然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气愤的说道 你说是假的就是假的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要是不说个所以然来 我今天还不走了 面对这样固执的大爷 专家也是不带怕的 并且自信的说道 青铜器这个东西 在古代是有严格管制的 我们都知道 古代的等级制度还是很明确的 这种带着剑翘的青铜剑 的确不是平常人才有的 对三国有研究的就知道 赵云的配件是从曹操手里夺来的 那么说这把剑是曹操的 就很符合这把剑 十分罕见的设定 但是要知道 这都是小说三国演义里的情节 是作家罗冠中 溢造出来的历史故事 并不是真的历史情节 从真正的历史角度上说 这把剑有镂空的工艺 上面还刻有一些小字 仔细看 像是秦朝的小传 如果这是真品的话 那也是秦朝往后的物品 但是按照当年的铸造工艺 剑体应该分成三个部分 把手和剑身 还有链接的部分 那个年代的兵器再高级 如今看来也是很粗糙的 而大爷带来的宝剑一体成型 看上去十分精美 显然这就是一把现代工艺品 不可能是大爷说的 传了41代的传家宝 建议拿到后台当场销毁 不要再流入市场混淆大家 听完专家的解释 大爷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大爷认为专家说的太片面了 不能因为一件古董精美 就说工艺不符合古人的智慧 按照专家的说法 那长城和金字塔都是假的了 对于大爷的质疑 专家一时间面色有些难看 紧接着说道 我是专家 从事考古研究已经有30年了 我断定这件东西是赢品 它就是赢品 大爷见状先是沉默一会儿 然后像是释然了一般 说出了一段话 让在场所有人惊恐不已 价值三个亿的赵云宝剑 却被专家鉴定为赢品 然而知道大爷的身份后 却连忙改口称是真品 这是怎么回事呢 面对专家的质疑 大爷不慌不忙地反问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叫赵解放 是赵云第41代传人 这把宝剑一直在家中被好好保管着 之所以他看起来这么精美 就是因为之前家族找工匠修复过 这把剑一直在家中传承 从未流入过别人手中 所以我敢笃定 这就是我们的祖宗赵云大将的宝剑 听着池宝人坚定地说辞 现场的气氛很是尴尬 对于宝剑的真假 一时之间谁也拿不定主意 就在主持人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 旁边一位专家发言了 他说道 我认为这宝剑是真品的概率大一些 虽然根据史料记载 当时古代的青铜制作工艺 的确十分粗糙 但是史料记载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于历史资料 古人的智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如果真的是曹操和赵云使用的 那么凭借这把剑的工艺也不是不可能 而且青铜这个东西本来就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之后的战争武器大多都是铁技 青铜的保养十分讲究 并不利于平时作战 慢慢的都退出了战场 赵云本身擅长的是长枪 用剑的机会也是少之又少 所以这把剑没什么大的损坏 也是在情理之中 在场的专家互相拆台 主持人也是第一次遇到 面对如此尴尬的情形 主持人转头向大爷说道 大爷 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件真品 您会怎么做呢 大爷想都不想的回答道 管它是真是假 反正我就认定它是真的 我要将它献给博物馆 让全国人民见证它的光芒 中国的历史瑰宝 很多都流失到了国外 那些人不多保存 已经损坏了很多宝贝 我不想它在我的手里也损坏了 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士保管吧 说吧 大爷就离开了舞台 这把剑最后的归宿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要知道 这就是古董的魅力 每一剑不起眼的物品背后 都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他们四处流转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如何 只希望他们最后都能得到妥善的对待 好了 今天的剑宝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欢迎在下方留下您的看法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